我非常难过的是 我之前遇到一个 某大学的招生组 他说现在真的是 他们要找比较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 比如说家境清寒 读不了私立大学 于是他们就不来读 不来读他们是要往下找 就是说没有成绩那么好 可是因为他付得起学费 或者是带得了学贷的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这真的是跟他的家庭的经济能力 我觉得是有正向的关联 你看读台大的 家境好像都还不错 是这样讲 这样讲会被骂 我不要讲台湾的学校 这样大家容易对号入座 那国外的学校 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它有四个排名 小孩优秀 爸爸很穷 读的是这个学校 小孩优秀 爸爸很有钱 叫哈佛 然后小孩不优秀 爸爸有钱 读的是这个学校 小孩不优秀 爸爸又没有钱 读的是这个学校 所以他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那这四个格子自己去填 我不要讲 免得我这个还要被批评 我刚刚讲的 这是不是我乱掰了 是台大研究生接受新闻采访说 他本来是清寒家庭 但台大学生有很大的比例 本身是家境优渥的 来台大生怎么看 就我觉得大多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 不然就是现在要进台大的话 几乎都要补习 然后如果说被审资料 就是要做很多科展啊 然后参加很多营队啊 那通通都要交钱 然后也是补习 就是从小要学英文 然后念私立学校 然后就会有外师 然后加强那种口说能力的 然后再来就考大学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是学测进的 就是进去的话要交报名费 然后面试要买那个陈浩那种面试服 然后就要买新的 然后搭高铁住饭店 那种算算加起来 大概三万五千多块 真的一般家庭很难负担 那像你们这样的学生 平常庆生吃饭 大概都是吃多少价位的 我觉得是一个数据说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我是说 他说双北市占台大的50% 然后又在50%里面 又占了25%是大安区的学生 所以就是就像他说 因为我觉得补习补多了 台大是国家的资源 然后50%是双北 里面的25%是大安区 然后80%是六读 就是加台北双北加六读 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是读的是 叫乡区的学校 乡下的学校 对 哪里 乡区 巴德 巴德 然后我到了高中我就读 桃园第一志愿算四区的学校 然后我常常跟陈浩去聚餐 然后我们就进餐厅吃饭 然后可能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 那常常就是可能一千多块 两千多块 但是我们就是 那个餐厅里面可能最年轻的人 就大家可能都是商务人士 或是说家庭这样 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就是都市的学校的学生 好像都的确是比较有气 我才觉得对 是这样 是 很明显的感觉 OK 好 所以你也认同他们说的 其实这都是很多研究 其实我自己孩子 现在三个青春期 他们就是很明显 父母的资源越丰厚 他本身可以给他的东西就越多 而且父母本身自己的学养好 你不会的我直接教啊 而且我最知道 你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就像那个厂军 我爸妈就直接教我 所以他可以给他最好的资源 最有效率的方法 好 效率 所以这个我们要问一下啦 你们要讲出来 你们是怎么念书的啦 好不好 因为我们就很多电视前观 没有那么多资源 至少你们的伯母要教一下啊 厂军 一定要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讲起来很笼统 就是老师还没教之前 你至少要抄前个一到三课 不然的话呢 就变成说你去听课的时候 我抄前这就没教 你再叫我打官 我应付当天的都来不及 你还叫我再 所以你不能休息啊 比如说你像之前刚刚放完的暑假 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放假 暑假是最容易拿来抄前 其他学生的时候 抄前其他同学的最好的时段 黄金时段就是这个时段 对啊 所以虎巴才会说 在这个西方华人的数学 要抄前两年才是正常进度 对对对 其实我是真的是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去读高一 哇 我太轻松了 我觉得说我随便念我每课 我那时候平均分数是100分 我真的是100分 拿到高一的数学平均 然后就说 那就算像美人姐讲 你说你当天的都念不完 那你至少课程要做个笔记 我这边有特别带来一些 我大学的时候做的笔记 就是你每一个slide 每一个这个幻灯片 一定都要做笔记 然后要做到自己看得懂 那这是之前就先做吗 之前在预习的时候就有先做 然后上课的时候还要再做 这是上课的 对这是上课的 然后回去再整理一遍吗 再整理一遍 然后考试考完之后呢 错的再自己定正一次 再抄一遍 那你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就是你读书 读的效率很好 其实我真的 我会自己觉得 我读书效率其实不是到太好 因为我花在念书的时间 其实真的还蛮长的 对像我其实说实在 我真的有试过 像我生病的某一次 在高中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我就是生病在家 然后请假两天 然后去学校 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完全是听不懂的状态 真的是完全是完全 通通都听不懂 老师在讲什么 我只能只顾着操 只顾着操 有时候还会操错 然后还要跟同学讲说 刚刚老师讲到哪里 我最怕的就是临时考试 因为我 老师上课我听不懂 我一定要先预习过 然后像我刚刚讲的 这种地毯式的复习 好定正再抄 我才有办法考到100分 对 所以我是这样子 拿到前三名 我觉得其实任何领域 不管你们要不要读书 不读书 像我的孩子会跟我说 我不爱读书 我说可以啊 你不爱读书 但是不代表 你不需要努力 不需要学习 对 那瑞克呢 你怎么读的 我觉得是认识自己 因为我现在也是老师嘛 那我觉得像 刚刚他讲说 因为他就知道 自己需要这种方式 那我可能就知道说 我可能历史这个 这次段考章节 我只要花两个小时读 那我就可以 我知道明天考历史嘛 我就可能 抓两个小时读完书 我就不读了 我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的确也考很高分 所以我觉得 会考高分的同学 都有一种特质是 他非常了解自己 他会 他知道自己会 他不会 他知道自己不会要加强 那有些同学是不知道 就被补习班说 你要读你要读你要读 那读了八小时 其实他没有吸收 所以我觉得是 非常了解自己 听说你每天写完作业 或者是你有 场景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不懂的问题 老师不管在天涯海角 只要在这个学校 他一定把老师找到 然后去问 你有这个特质 对因为 问题一定要当下解决 你问题一步当下解决 他就累积 然后呢 这个书本上的内容 是这样子的 你国三念很好 但是你国一国后成绩很烂 其实说实在 这个也是逼出来了 你这样子 其实你的基底是打得不完整的 你一定要每一次有问题 然后呢 每一课呢 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 都是完整的这样念上来 你最后的那个成就 才会是完美的 才会是扎实的 那你有 这样子追老师问 有没有老师觉得你很烦 通常都还好 他们都还蛮欣慰的 对啊 其实这样反而是得到老师的疼爱 印象分数 其实在忽然间就加上去 对对对 其实反而是好的 听说他 你从小就是功课 做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把他全部摊在桌子上面 对 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从诊所回来之后 还可以再检查一次 那错的话 我早上会提早起来 然后再定证一次 所以你看我光是这样定证 然后作业定证 考试定证 我这样定证几次 所以我们孩子不成才是刚好吗 就是我花的努力会比别人多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去盯小孩啊 不是 不是每个父母这样盯 都可以盯出这样的成果 所以还是要看个性 还是有效率啦 那Christine 来 快点 大一新生 台大怎么念 我觉得我是非常自立的那一种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 我一定会听老师讲 会很认真很认真地听 然后回去复习 回去一定要复习 就是当天要复习 然后就是看着课本 然后画重点 然后自己再做一本重点 整理像这是我的笔记 这可以卖吗 我上网 卖一下不是流行 对啊 天啊 而且你这些 你都用中文 这些字都很难写 因为化学的这些字啊 这叫什么酸 缩酸 缩 缩 缩酸 OK 所以是这样子做的 对 那你们都没有功课 做不完的时候吗 像是我高三在考学测的时候 我可以从早上 七点多开始念书 一直念到晚上九点二十分 然后再回家 然后再继续念 就可以一天就连续念十四个小时 然后都不能碰手机 这不看手机哦 对 就是我给我自己的规定 哇哦 就是绑白布条必胜那种小孩就对了 扎大扣 OK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